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素质也是源于他父母的这种遗传基因 身上这个室内60名短跑世界记录的一个记录 给他们展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这种在内线的绝对的这种高度和绝对的这种啊绝对的这种身体对抗性是上个赛季文刚拿来我们不曾见到的是9比42 郭艾伦 这种突破是郭艾伦的特点 回防回防一定要快速回防 这两波进攻啊可以看到天津中刚拿来在防守段还是有些松懈 郭艾伦 还是郭艾伦 推进速度非常快 所以说在上半场比赛中郭艾伦大部分时间里只能是在外线的跳投 火力全开 人人手感火热 刚才又是小将孟祥龙在外线标中了一季三分队 进攻篮板和防守篮板的保护上是做得非常的出色 他这场比赛的篮板数就是再度上双 那么第二点就是说 郭艾伦要进行连续三个客场之旅 对手分别是广东东 东莞以及福建队 我们也希望在这三个客场中 郭艾伦能够取得好成绩 好来观众朋友们现在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天天同胆男来是在主场以93比76 甘胜了辽宁朋友队 逃取主场两连胜 好来观众朋友们 本场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 是由顾焕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 感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们再见